针对金融东岸商场重新招商争议 金融市长谢国梁 2月20号召开记者会指称 权力金并没有从过去的5000万缩水变成1500万 这一切都是抹黑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也在立法院做出回应 是暴露出其实市政府的一个调降租金 还有包括调降固定权力金所露出来的 这个暴露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不要 它这样会越描越黑 固定权力金其实它很清楚 就是1500万 它不要去把别的什么变动权力金 什么毒气金全部都把它扯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就扯得太远 包括很多的这个民众 自己去网路上去挖市政府 已经下架的这些资料 然后还有包括律师啊 这些都是专业的人 那所以其实我一直隐忍 一直很久很久都没有出来 去针对这个事情 去表示那些意见 一直到这个昨天的一个时候 不得不去把整个事情来还原跟前进 所以我建议 希望市长应该是要面对社会 面对人民的一个质疑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